十三輪疫苗施打規劃 二十九號公布 仍為開放AZ族混打BNT 但女星中瑤日前卻收到預約簡訊 讓她很傻眼 中瑤POIG現實動態表示超詭異 明明第一劑打的是AZ 第二劑卻通知她打BNT 而且還讓她預約成功 施打當天她一預約時間前往接種站 現場醫護完全沒有發現 後來她主動告知醫護自己 第一劑打的是AZ 對方才告訴她要改排AZ那一區 這事件引發外界質疑 疫苗預約系統是否有漏洞 民眾直呼太誇張 還未開放混打 但中瑤卻差點混打 實際支店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香 但電話未接無法取得回應 另外第十三輪開放18歲以上 接種第一劑BNT 間隔滿四周民眾可打第二劑 不過最早施打第一劑的12到17歲學生未被納入 有家長提到孩子9月22號已經打過第一劑BNT 學校規劃11月初要施打公費流感疫苗 若到時候第十三輪又突然加開 就會與流感疫苗撞起 但指揮中心回應青少年要施打第二劑BNT 最快也要等到11月底才有機會 記者林偉 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 二方 二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